我们四位队长 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 可以互相表达一下 嗨 舞台见 一波队长 没什么说的 就等会儿见吧 在开始 《大棋舞》作品的对决之前 我们还是要决出一个 出场的顺序 加油队长 我来了 3 2 1 好 第一位张艺兴队长 第一个跳完就没事了 而且没压力你知道吗 两次 这是来两次 同样的舞蹈两次重复的 对 1 2 3 2 1 来三次 三次 三次 一次 来三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第二位一博 安慕烈 好的 我们先听听其他三位队长 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感受好吧 谁想先 跟你说下来说我说 我先骂 很有故事线 然后画面感特别强 然后我非常享受整个舞台 晚餐 含义非常丰富 然后他很多细节处理的都非常好 给我的感觉是有很深的故事跟含义在里面 我是真的觉得是一个艺术品 我们嘉尔队长在这一季有个口头禅 这就是艺术 这就是艺术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主题跟音乐的融合非常的好 然后是有故事线的 我能看到大家是最后抢一个食物 然后最后那个食物被人吞掉之后 又被另一个人吃了 然后中间那个完毛巾的那个设计点也特别的好 我觉得整体很有创意 然后融合了一些道具 然后编排都特别好 我刚刚听到这个音乐 我还觉得挺担心的 因为它一直没有那个很快或是很渣的节奏 那还好当你们想到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就是用触摸 有一个可以吸引人的故事 先去把这个作品看完 然后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 就是怎么没在我的队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舞蹈是谁编 对 就两位是吗 两位是吗 可以 厉害 一星队长还没有整个点评一下 这个作品给你的感觉 还用说吗 就是最倒 好像不能说 就是厉害 就是最好的 对 对 最逗 他说那个什么字 没事 没事 过去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 这个音乐是通过一个道听音乐的方式选出来的 但是拿到这个音乐 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 没有 那在排的当中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当时 没有 真的 你们真是要干死我 我们整个队都比较佛系 佛系 对 包括乔治老师他喝茶 你知道吗 我每次搞茶到在那个练习房里面 我是金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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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哇 哇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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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厉害了 好 好 好 真别服务 谢谢一波王炸 BOOM战队 BOOM 一波队长一定要有后面那个BOOM对不对 BOOM 就是感受在这个氛围里面 像跟你们去了一趟海南 在海南游了个泳回来了 这个包括到最后 还有人居然给我们送椰子 这个是确实没有想到的 加分 厉害 当然 比我们团队差那么一点点 我要这么说的 因为这个音乐我开始是听到的 然后我是觉得 其实还挺不适合我们 就是这个队里的整个舞蹈风格的 然后没想到 看了现场之后 感觉还挺好的 有一些设计点还是挺有趣的 然后 最后的那个送椰子的位置 没有想到的 但还有一些 整体还需要干净一点 就比如说BOOM 最后拿那个游泳圈 作为一个那个PREASE的那个 就没有很干净 那我也提出一个 送的椰子应该再冰一点 特朗普这个舞种你可以了解一下 我每天都会练上游泳 就是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 实在不好向别人发自己发 我每天都会练上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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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这么热力火辣的舞蹈 好 来 三位队长 我想问是谁说服他的 志愿 志愿的 一个跳BREAKING的BBY纯爷们 能这么的豪放 跳这个东西 挺出乎意料的 跳完这个舞 感觉打开了我另一个世界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确实是两个不一样的风格 挺厚厚的 就是那种健美操的感觉在里面 对 整个音乐 包括服装 表情 都非常地好 两种不一样的方向 燃的方向 一波队长 其实真的觉得 专杰鹏老师的作品 一直都很好 就是队形 编排 ID 怎么样的 然后都很好 Bey 组 我也很喜欢 我感觉更 old school Bey 组 恭喜 B 组一票 接下来 一波队长 你的组内考核开始 你的主题是 old school 我主题肯定 是我很喜欢的 old school 怎么 old 怎么来 Breath ocup肯定要在一块 公宋无名呢 就是综合最好的 全能的笔布 大廷 还有步步跟大笔 都是最厉害的Hip-Hop dancer 那就很没想了 小军军要来这边当编舞师 如果我要加入你专的 我就必须是那个主编舞师 你你做我的主编舞师 但是可能另外一个组的 梁文涛可能这一点上 有一点点难接受 我们现在队伍有小军军 嗯 然后你 但是我刚才答应他的是 他做主编舞 同样都是编舞师 然后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他俩肯定得在一块儿 我觉得 两个Papa也是要在一块儿的 我觉得小姬会给出 比较搞笑的风格 我的队员们都实力很强 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那么接下来 一部队长将要从失败组里面 淘汰至少两名队员 也可以从获胜组里 最多淘汰一名队员 我说B组吧 呃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CC 她是跳编舞的 我可能更喜欢 厚厚厚厚 HIPHOP POPPING LUCKING这些东西 那她在里面确实 可能会有点吃力 A组来说 我 真的在A组里面淘汰谁都非常遗憾 因为他们是战胜员 没有编舞的话 也很可惜 说实话 他们那组有点难选 跟实际都是很强 可能就是说 这是队长那些权衡了吧 我觉得编舞师应该有编舞师的担当 所以A组小军军 我觉得编舞师 你没有好好的控制到这个队伍 你没有编排出好的一个作品 可能是你的实质 然后A组还 对不起 大饼 大饼的话我觉得 我是会比较谢谢他 会做一个核心 大家去编一些很HIPHOP的动作 但是 在起舞上 真的没有那么的起 就是 可能只能找到两个负责人吧 接下来进行考核的张艺兴队长 张艺兴队长 这么快 加油 之前张艺兴队长给他的队内 出了一个主题 叫做 国风 中国风 然后是阴阳 柔中带刚 刚中带柔 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主题呢 四两拨千斤 我们最内心核心的东西 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东西 我们自己中国的东西 这是其实我们这一代街舞人 应该做的就是什么 更多的去学习好的新鲜的文化 然后融合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 把一种不一样的街舞风格 慢慢体现出来 那么张艺兴队长 A B两组 你首先要看的是哪一组 按照他们两个为中心来延伸 魏林 黄涛跟盖盖应该 他们在一起 他们以至阴至柔 来为一个组合再往下延伸 至柔 就黄霄 那剩下来的 这一组就是至刚 这一组是至柔 中国风的MPOP的音乐的 battle 一波队长呢 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真的太炸了 我觉得两个点特别 就是把握的特别好 开场跟结尾 尤其是结尾的画面太震惊了 就是那个画面感 划船就是真的会 就是因为前面已经很厉害了 开始是柔的 然后到后面是钢的 然后又变回柔 而且那个柔的那个点 非常非常的炸 就最后那一画龙点睛那一笔子 哇好好厉害 哈梁队长 这是 这是 炸 炸 炸但不是那种在你面前 一个炸弹爆炸那种炸 是伤到内脏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炸可能是一下的 他那个架势 很紧的架势 三位队长都说嗨了 一星队长 还有什么说的呢 他们选择用一种 中国的武功武术 打一套拳 来跟大家讲 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 它不仅是一个舞蹈 甚至把中国的一种精神 给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地方 综合今天的队员们的表现 你需要在他们之中淘汰 三位选手 失败组淘汰至少两位选手 如果你觉得获胜组选手中 有人表现欠佳 也可以选择至多一位选手淘汰 这真的太难了 张一兴队长 我真的还在想什么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没感同身受 我没感同身受 有两个作品 那你应选的话怎么办 那我 只能是从今天的表现 还有一点点差强人意的地方 来进行选择 其实真的就是鸡蛋里跳舞的 真的难选啊是挺难 一星队长 我们回来回来一星队长 回来 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一星队长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请一星队长走到舞台边 面对你的队员 请一星队长 这个核心战队一直在 群里呆得一直在 开心感恩遇到大家 在这里我做一个选择 首先获胜的队伍 在这个舞台暂时离开核心战队的是 泰迪老师 然后在我们A组核心战队这个舞台 暂时离开的是 巴黄榴典 巴黎诗 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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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王陶 一输 王陶 王陶 高陶 王陶 二输 王陶 大陶 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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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开心 就这个旅程对于我来说 在舞蹈路上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我知道我的队友会非常棒 而且因为有那么棒的队长 带领我们一起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 只是暂时离开 但是在跳舞的路上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谢谢肖哥 然后 谢谢肖哥